Hello 大家好 我是陈时期 今天我们要来拆阿杆的新系列 这个系列叫做黑暗森林 听名字难道它又是一套比较暗黑风格的萌盒吗 但是我觉得看这个形象看起来好像不是 哦 我看了一下图鉴 阿杆这个形象它本来就是比较猎奇那种感觉 然后它这次还加入了一点童话的元素 这个应该是小红帽吧 所以它应该是走一个怪诞童话的风格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拆一下吧 这一只叫做木木疗愈者 它真的是一个疗愈者吗 你看它的鼻头很显然是一个小丑的造型 然后手里还拿着一把铲子 可能是刚刚这个怪诞童话的理念先入为主 我拆出来的时候还在猜 它用这个铲子是在埋些什么东西 整体的话是一个这种焦糖棕色调的 还有一点渐变的感觉 身上穿着一个拼接的背带裤 然后胸口有日月的图案 那我就勉强认为你在治愈着这个森林的日日夜夜吧 第二只我拆到了骷髅花花 这只迷顿儿乍一看是一个粉白配色的可爱少女 但是它手里踩着的却是骷髅花花 其实这个骷髅花花还蛮可爱的 然后胸口也有一个骷髅花的项链 它整体这个白色和灰色的部分都是珠光漆的 穿着一个后地鞋 整体看起来我觉得可能是有点那种风批少女的设定 这一只叫做金鱼漫游者 它是这个黑暗森林里的珍稀动物管理员 这一只的配色我还蛮喜欢的 有点复古的感觉 然后它头上有一座翘起来的刘海 是这种淡淡的偏光灰蓝色 穿着一个板正的小衬衫 然后背带裤 看起来很有肌肉的感觉 拆到了软骨 这一只叫做小猪象 这一只我就看起来真的有点怪蛋 所以它全身就是这种猪猪的肉色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小猪尾巴 它那是这个森林消防员 可以看到鼻子里就喷出来了这个清澈的水 耳朵里也有这种水花的图案 但是我为什么有一种 它看见大火非常兴奋的感觉 这一只很炫酷 它叫做蝙蝠守护者 是一个迷敦儿 整体的话是一个银色 加上荧光绿的造型 耳朵旁边有两个半透明的蝙蝠翅膀 然后这条裙子还是蛮扎眼的 上面有一个大大的蝙蝠图案 包括旁边它有一个小蝙蝠的配件 脖子里的领子就很像那种 吸血鬼伯爵的衣服 有没有 这一只叫做伐木雷 它的手上有一把斧子 所以你们俩就是 一个负责砍一个负责埋是不是 好啦开玩笑 那这个伐木雷呢 它就是要把这个暗黑森林里 所有它不喜欢的植物都砍掉 是那种梅子粉色加上孔雀蓝 裤子上呢有闪电的图案 手上还带了一副橡胶手套 哦是绝缘是吗 头上呢有一个偏光色的小脚 看起来像是一个配对小帽子 这一只是彩虹团掌 整个脑袋呢是有点像冰块一样 半透明渐变的这种果冻感 身上呢是穿着一件红色的团掌服 两边还印着这个都巴的图案 黑色的鞋子上面呢 有这种蓝色的偏光闪粉 它是一个正在转呼拉圈的造型 这个呼拉圈配件也是渐变的 这一只都巴叫做抱抱木屋 都巴的身体整个都埋在了这个小木屋里面 木屋整体的话是这种做旧的感觉 摸起来也蛮像那种木头的质感 它喜欢在这个木屋里给大家讲吓人的故事 配合上它这张脸的话感觉还蛮诡异的 然后这个烟囱里还冒出了一个烟雾小怪 它是一个渐变的颜色 然后也是呲牙咧嘴的表情 这一只拆到了动物管理员 整体的颜色是这种Tiffany蓝的色调 你看它的小腿上还有两个爱心的图案 脖子里的领结是珠光色的 但是它没有外表看起来这么人畜无害 你看它的头上有一个透明的骷髅图案 手里呢拿着一瓶骷髅是毒药对吧 然后它的姿势是这种正在走路 还笑嘻嘻打招呼的样子 不知道它要拿着这瓶毒药去干嘛 这一只我拆到了鹿痴探险者 它是这个暗黑森林里唯一一个外来人员 这个小鹿痴走着走着 就到了这片暗黑森林 然后它整个颜色像是被这种苔藓覆盖了一样 是渐变这种深深浅浅的绿色 脖子里还记着一根红色的领巾 脚上穿的是不是那种类似登山靴啊 手里还拿着一个捕虫网 所以它本来可能只是想捕捉一只可爱的小蝴蝶吧 这一只我拆到了胆小豹 所以它是一个豹子的形象 但是跟以往的豹子不同 它身上的花纹是这种古蓝色的 穿着一条非常闪耀的银色小裙子 上面都是这种亮片 手套和这个我姑且穿它为靴子吧 是偏光的蓝色 这个颜色真的蛮好看的 因为它叫胆小豹嘛 所以它的表情呢 看起来有一点点惊恐 像是受到了什么惊吓的样子 最后一只呢 我拆到了小红帽迷端儿 只看脑袋 看起来也是一个人畜无害的小红帽 白色的兔子耳朵 带着一个红色的兜帽 但是你看背后竟然长出了一个狼尾巴 是怎么回事 而且仔细看的话 它的裙子上面都印有了这种骷髅的图案 去看望奶奶手里拿的这个野餐蓝 里面有一个小骷髅 不过在这个暗黑森林里 好像一切显得也没有那么不正常了 好了我全都拆完了 然后我刚刚把它们排列的时候 才发现这一次好像小伙伴只剩下两只了 星野和弥端儿的含量变高了 我一如既往最喜欢的形象 还是这一排星野 尤其是这两只 那今天的视频就这样啦 现在你们会喜欢 我们谢谢再见 拜拜 拜拜